有一個真實的故事 喔 對 那時候呢 我們剛出道 很假的 你看 喔 對 沒有 我是真的想到 剛剛才在剛剛聊的 因為我這個時候 對 這個時候要講了 因為觀眾朋友不知道 我們剛剛私下有聊過 剛剛進廣告了 我們進聊過一次 因為我們剛出道的時候 那時候 我超喜歡 超喜歡TWINS的RX TWINS 我覺得好可愛 那時候我們要去香港嘛 然後呢 我就跟Junior講說 我們會不會遇到TWINS啊 然後Junior說 怎麼可能想太多了 香港那麼大 你怎麼可能遇得到 對 結果我們那時候 我們去香港最大的 那個買CD的地方 然後我就買CD 買買買買買 剛剛看到前面有個爆炸頭 我就說 喔 頭髮好爆炸啊 太炸了 我想看它長什麼樣子 嗯 我就看 嘖 啊啊啊啊啊啊啊 還是知道我前面買CD 結果 它就走掉 走掉我手上拿著TWINS的CD 因為台灣買不到 然後我就這樣 看它走掉 趕快付錢 付錢衝下去 它的保姆車停在我們保姆車前面 我們趕快 跟我們的那個 工作人員說 拜託幫我們喬一下 拍照啊 換CD啊什麼的 然後請他幫我簽名這樣 然後那時候我拿著相機喔 已經緊張到忘了跟他說 忘了他會講國語 忘了他聽得懂國語 結果我還想 May I take picture 結果他講英文 然後他就超瞎的 他說可以啊 超瞎的 然後就合照了 對啊就合照 那感覺蠻特別的耶 那時候真的是很緊張 像有時候去KTV唱歌啊 就我唱歌不是都有一條 然後兩個包廂都面對面對不對 對 但歌剛好切歌的時候 剛好是最安靜的時候 就聽到有人在放 我們就槍死槍死而已 誰啊 然後就打開門聽 對面的包廂 然後呢我就覺得好奇 我就跟我朋友講說 欸對面有包廂唱我的歌耶 我們繼續闖進去看一下好不好 他們就說你不敢啊 你不敢啊 然後我說好我來 然後我就一開門的時候 然後全部因為裡面有男有女 男生也是那種抽音喝起來那種 你看我們是那種開錯 開錯門的 那你就全部定格喔 我也定格看著他們 因為我嚇到 我也是大哥什麼的 我定格之後 我就看電視 我欸 然後就關門他們全部就 啪 我就回到我的包廂關起來 他們全部衝出來 滴動滴動滴動 我在聽到滴動我嚇死耶 而且那時候已經買單了 你知道嗎 我們去買單 我走出去不敢走耶 他們那種滴動滴動 很兇的 滴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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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怕 我打你 我打你